Renderforce.com 明星大侦探鬼鬼回归搞事情,推理搜证还不忘和邓伦玩三角恋 明星大侦探最新一期,无数观众网友千呼万唤的超级搜证犬鬼鬼终于回归了,这次回归让小编眼前一亮的就是鬼鬼的造型 他输了俏皮的羊脚便,还化起了大热的雀斑装,穿着一套韩式校服,简直是元气满满啊 这期鬼鬼饰演的是数学天才少女桂吉令,一出场就是图到被惩罚口诀表震慑全场,结果不出大家缩掉,争断垮掉,桂吉令的数学应该是生活老师教的吧 除了造型,桂吉令身边还跟着两位护花使者邓伦和Justin黄明浩 两人和鬼鬼一样也是学生打扮,黄明浩饰演的是书店老板的儿子,书二代贾斯廷,邓伦饰演的是邓杰伦 果然不出小编锁料,鬼鬼和这两个男生都有小猫腻 鬼鬼在黄明浩房间搜出一封情书,就询问他是不是喜欢自己,没想到黄明浩竟然紧张到街吧 喂,老弟,这也太明显了吧 邓伦就更别说了,在节目里一边各种霸道总裁欺负鬼鬼,一边又偷走鬼鬼的运动鞋,还讨课去KTV打工,凑钱给鬼鬼看病 这是什么神仙设计啊,大型校园三角练现场吗?说好的悬疑推理呢?怎么变成了情感纠葛?编剧拿错剧本了吗? 不过,这次我站邓伦,深情的霸道总裁太迷人了 可可,事实证明编剧大大没有拿错剧本,节目的主线依旧是推理 大家看热闹归看热闹,还是要回到主线上来啊 本期节目的名字叫《神秘来电》 节目开头喝酒,撒杯莹,王欧在英吹私挺书店接到一通神秘来电 电话里说真家死了,但真家本人还在 在众人以为是恶作剧的时候,真家却真的死了,并且和电话中描述的死法一样 众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刚刚的神秘来单 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三角恋三人组,神奇的是,他们所在的位置也是英吹私挺书店 最后才脑明白,三角恋三人组在两千年,而何炯等人却在2018年 感情编剧大大这期写的还是跨时空大戏啊 更诡异的是,三角恋三人组所在的时空也有一人死亡 开头短短十分钟就发生了良奇命案,还是跨时空的,大家的脑细胞估计又要堵截了 竖小编我直言,明星大侦探这节目绝对是魔人的小妖精,看多了完全欲罢不能,懂不懂就想玩玩推理 可一期节目就那么点儿,怎么满足得了我这旺盛的推理欲啊 所以机智的小编就拉起小马达搜索了一番,只要是和明星大侦探有关的都不放过 然后就发现了光明大陆版的明星大侦探 看介绍光明大陆是网易游戏联合北美工作室开发的一款游戏 拥有360度的自由视角等等 这些专业的东西,小编看起来也是脑壳痛 直接拉到重点上吧 光明大陆推出了一个马瑟兰德版的明星大侦探 至于马瑟兰德呢,就是游戏中大陆的名字了 在游戏里,马瑟兰德大陆的居民和英雄们 正面临着一场史上最凶险的恶魔入侵 名字叫暗月之潮 大陆名字好听就算了 怎么恶魔名字还这么好听 确定是最凶险的恶魔入侵吗 抄小声BB 嗯,虽然名字呆萌 但是真的凶险 所以大陆的各界能人 就准备聚集在一起 准备想法子对付这次恶魔入侵 但当晚军机长佛伦就被杀死在了家中 而到场的每位宾客都有嫌疑 哎,别说这剧本还真的蛮刺激的 又有暗月之潮,又死了人 完全是内忧外患的局面 而找出凶手也不是那么简单啊 毕竟到场的每个人都是狠角色啊 这个剧本目非是明星大侦探的最强剧本 看着就很烧脑有没有 重点是光明大陆这个剧本 11月23日就会推出 而且官方将招募玩家 直接真人参与到推理中去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现场玩一把明星大侦探了 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干着急了 我们的一言一行将真正的对破案起到作用 那小编先来预测一下啊 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光明大陆里新上线的刺客 新人出场 必有蹊跷 说实话最近推理游戏大火 也不是没有原因啊 这种烧脑又刺激的游戏谁不喜欢吗 尤其是小编这种闲来无视喜欢找刺激的人 简直爱死了好吗 感觉推理玩多了 脑袋瓜都灵光了 话说最新一期明星大侦探怎么就那么点啊 而且播网了还给我们放个重磅消息 宇宙最红的组合MZND下周就要回归了 节目组这是搞回归趴吗 鬼鬼回归完 MZND又回归 故意让观众牵肠挂肚是不是 不过还是希望下周的内容能长点 毕竟MZND组合太好笑了啊